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美中贸易战上个星期五正式开打 中国官媒指责美国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 并于星期五晚间在世界贸易组织 就美国因301调查而对中国加征关税提出起诉 与此同时 中国在贸易战前夕一口气开放对23个领域的外国投资限制 李克强总理也在周末的欧洲之行中提出中国三个不便之说 强调中国将坚持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方向 一方面宣称要以牙还牙 一方面又低调采取开放措施 中国释放出看似矛盾的信号 体现了什么样的尴尬处境 李克强欧洲之行的表态和国内宣传口 现在降低中国强大和民族主义的调门 是否显示党内务实派占上风 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些问题 一位是自媒体小明之心的主讲人小明先生 小明先生是通过skype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另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陈奎德博士 陈奎德先生也是通过skype参加节目 好我们欢迎两位 同时也欢迎观众听众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 号码是400120551 4001205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不过在我们开始讨论美中暴雨战之前 我想先请两位嘉宾来点评一下 今天的一个重要新闻 那就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离开中国前往德国 那么我们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显示 这个刘霞的妻子已经是抵达了芬兰的赫尔辛基国际机场 现在看到的就是刘霞抵达机场的照片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请两位来 小明先生请您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国际社会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霞已经多年了 那么他现在获释 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和外界的关注有多大的关系 好的谢谢 应该说这和目前美国和中共的贸易战有极大的关系 中共在向欧盟示好 在向德国示好 这应该是最关键的因素 当然这个因素应该是美国和欧盟的合力在起作用 缺一不可 当然这个从反面也说明 国际社会在以往对中共的施压还很不够 如果有足够的压力的话 中共可能会在某些议题上 特别是在人权议题上 做出一定的让步 好的 陈国际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当局这些年 其实一直没有对刘霞进行任何的政治的起诉 但是他们一直软禁刘霞 你认为他们到底是怕什么 其实他也就只是刘晓波的遗伤而已 是我想他主要是害怕刘晓波的思想的影响 包括刘霞本人作为刘晓波的伴侣 而且他们两人是融为一体的 这样一个象征符号 到了国外之后 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揭露和显示 我想都是对他们来说 觉得是很难忍受的 这个事情你要知道的是 自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 刘霞作为一个 就是按中共的法律 也没有任何对他进行起诉 或什么的任何原因 就是个无罪之人 顾名被善失自由 直至今天 直至他被获释到国外为止 这个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 一个毫无罪名的 而且中共自己也宣称 他没有任何罪名的自由的公民 但是他被中共剥夺了自由 达这么数年之久 我觉得这个是中共人权记录 实际上是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 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同时我在这里 我要是也要想感谢一下刘霞女士 因为当年刘晓波获得 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 也是他邀请 包括我 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朋友 一起到奥斯陆去参与 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时刻 就是纽奥波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 好的 我们知道最近 小明先生和陈桂德先生 请两位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近年来 西方世界 包括美国在内 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的关注有所减少 那么刘霞的获释 这次是不是可能是一个转进 尤其是在中国屈服于压力的情况下 好的 首先听小明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个例 因为在目前来看 整个中国的人权状况在急剧的恶化 而且当局越来越肆无忌惮 所以像刘霞这种情况 因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中共现在正好有求于欧洲 有求于德国欧盟等国这些地方 所以他们在个别案例上 做了一些局部的让步 但是我想这个不可能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 好的 陈桂德先生 这个事情我想目前是一个标志 我们需要观察 因为大家知道 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基本上放弃了 当然过去的那个政策 就是所谓以人权 中国的人权状况 释放一些异议人士 释放一些中国的民主人士 以换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一些经济的 政治的各方面的利益 这个是过去在江泽民时代 在胡锦涛时代都一直在做的 倒是越来后来就收得越来越紧 他好像越来越不大理会 国际社会的压力 到了习近平以后 几乎他就是完全不踩国际社会的压力了 他自以为自己财大气出 我可以肆无忌惮地 镇压自己的子民 这个所谓的 用中共的话说 这事关我的内政 不容你们知会等等等等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口子开始放松了一点 但是将来会怎么样 涉及到中共内部的政治变化 也包括中国国际社会 对中国施加的压力的大小 我想我们值得观察 这个事件是不是可以开启 起一个新的方式 或者是说完全是孤立的事件 这个我们要观察 好的 在我们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 我想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 这位网友叫做Ed Chow 那么他提到刘霞获释 他说释放刘霞是中美贸易战中 意想不到的胜利成果 仅在此向刘霞和人权事业的胜利 表示祝贺 他说中共当局在贸易战中 进退失据 释放刘霞是想拉拢欧盟 可是又扣留刘霞的弟弟 作为人质 其邪恶本质不言自明 希望美国把贸易与人权挂钩 让更多受中共监控迫害的中国人 获得自由 好 有关刘霞的讨论 我们就谈到这里